在介绍完卷辑神经网络之后 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若干个应用 这里我们以自然语言理解和图像视觉识别为例子 给大家介绍深度学习的运用 在自然语言的理解之中 深度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应用 是指学习单词的表达及词向量 在传统的基于规则和统计的自然语言方法之中 我们把单词视为独立的符号 如我们给出了一段文档 我们要表达这段文档里面 power这个单词的表示形式的时候 我们只能把它表达成一个叫做one hold的向量 也就是说在这个高维向量里面 只有power所指示的位置上为1 其他都为0 对其他的单词也是一样 只有这个单词在字典序里面的位置 所指向的向量的这一个维度为1 其他维度上都为0 这样的表达是非常不精确的 一 它的维数非常高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文档里面的单词 或者一个语料库里面的单词 可能就是以十万计 那一个十万维的向量里面只有一个维度为1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维数灾难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 无法刻画词和词之间的相似性 因为任何两个单词 只有它所在的字典序的位置为1 其他位置都为0 因此任意两个单词所对应的one hold的向量相成 也为0 这也就说明我们无法去比较任意两个单词之间的相似性 因为任意两个单词在one hold的这种表达之下都是孤立存在的 one hold的表达与单词的分布无关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 将单词表征为一个k为的十数型的向量 我们也经常把它称为分布式表达 这样把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简化为k为向量空间的向量运算 而向量空间上的相似度可以用来表示文本语义上的相似 用深度学习算法得到了每个单词的向量表达 我们把所有的单词的向量表达组合起来 就变成了单词词向量空间 单词表达为词向量之后 很多自然语言分析以理解的工作就可以顺利地开展 如图所示 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表达成一个十数型的向量 然后我们可以去计算人工智能这个单词所学习得到的向量 和机器学习这个单词所学习得到的向量之间的夹角的大小 从而去计算这两个单词之间的相似度 在实际训练之中 我们一般把一个单词会表达成100维到200维大小的词向量 如果不用词向量对单词进行表达 我们这里给出了完后的表达与词向量表达的区别 如给出一段文章 从这段文章里面通过切词的方法 找出了一个一个单词 很显然 完后的表达只有一个维度上的值为1 其他维度上都为0 而词向量的表达 是一个实数型的向量空间的表达 可以去计算任意两个单词之间夹角的大小 从而去判断任意两个单词之间的相似度和不相似性 那么如何训练得到一个模型 来生成每个单词的词向量呢 我们可以通过某个单词上下文单词的词向量 来预测该单词词向量的这一个想法 来训练一个预测模型 如图所示 我们可以去用单词wt所对应的上下文单词 来预测该单词出现的频率的大小 得到这一个预测模型 来生成该单词的词向量 据这样的考虑 我们可以如下优化模型参数serta 来最大化训练数据中的对数试乱函数 得到这一个词向量生成的模型 这里给出了词向量模型学习的基本思想 一般词向量模型是有一层输入层 一层隐藏层和一层输出层构成 它实现了每个单词n为向量的表达 这里的x1,x2,x,v,v是语尿库中单词的个数 wvn是指的每一个单词和n个神经元所构成的隐藏层 都有一个全连接 用这个全连接来表达每个单词的n为向量的表达的大小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隐藏层来预测 某一个单词所出现的概率值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现在我们语尿库里面有一句话 叫深度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要用这段话里面机器学习的上下文 来预测机器学习这个单词的词向量 如何去做这件事情呢 假设机器学习的词向量只和它前面的单词有关 那我们把这句话里面的深度学习是一种这三个单词提取出来 我们按照字典序得到了x3的位置为1 xk的位置为1 xk加m的位置为1 它是一个one-hot的一个表达的方法 其他的位置上都为0 然后我们希望学习得到一个矩阵 叫wv乘n 这里之所以是v乘n 是因为每一个单词 如x1 都和隐藏成的n个单元有连接 如w11 w12 点点点 w1n 这里每一个连接 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参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海量的 语尿库数据的学习之下 一旦我们输入了深度学习 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在输入层 有一个one-hot的表达 然后训练得到的良好的wv乘n这样的矩阵 得到了n个隐藏层的表达 而这n个隐藏层的表达 能够准确地输出 ye这一个输出端的概率值最大 而其他位置的概率值最小 是不是这意味着 wvn和wnv是一个训练好的一个神经网络的模型 任意给出一个语尿库 我们只要给出这个语尿库里面的一句话 在目前所定义的上下文的关系之下 我们就能从这句话里面 某个单词前面的单词来预测 该单词出现的概率的大小 于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里面所学习得到的wij这样的权重 就可以用来表达整个语尿库里面 每个单词的n为词向量 如机器学习这一个词向量 就被表达成了w11w12...w1n 这n为向量所构成的词向量 要学习得到w1n和wnv这两个矩阵 需要海量的语尿库的数据驱动 优化学习得到模型的参数 在这样的动机之下 有两种来训练磁向量模型的方法 分别被提出 一种叫做CBOW CBOW的方法是从某个单词的上下文 来预测该单词 另外一个叫Skip Grammar Skip Grammar是利用某个单词 来分别预测该单词的上下文单词 很显然 无论是CBOW方法 还是Skip Grammar方法 我们都要学习训练得到 wv乘n这样的矩阵 和wn乘v这样的矩阵 来实现每个单词的词向量的映射结果 What to act 对刚才所讲到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因为假设一个包含了 1万个单词的语尿库 每个单词的词向量设为200V 则需要学习200乘以1万和1万乘以200 这么异常庞大的矩阵 在如此大的神经网络上进行梯度下降的计算 十分耗时 为了解决这个不足 What to act 进行了如下改进的手段 如引入了层次化的Soft Max 和引入了负采样的方法 来加快神经网络的学习 具体的算法 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里面 所列出来的内容描述 一旦把每个单词映射成一个 100到200V的词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基于向量的操作 来对单词进行操作 如把每个单词 学习得到它的词向量之后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的词向量 映射到一个两维空间 我们会惊喜地发现 国王和皇后 叔叔和阿姨 先生和女士 他们这两个二维 平面上的词向量 相连接起来 彼此平行 反映了单词之间的内比关系 同时也发现 国王的词向量 减去先生的词向量 加上女士的词向量 等于皇后这个词向量的词向量 因此我们可以把 向量空间的一些算术操作 用于单词的操作上面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卷移神经网络在图像方面的运用 刚才我们知道 一旦我们把一个卷移神经网络训练成功之后 再给出任意的一张图像 我们可以对这个图像进行分类 也可以对这个图像进行定位 分别实现了图像的分类的这个结果 和图像的定位的结果 当然如果一个图像里面有N个视觉对象 那么我们也可以实现多个视觉对象的检测 我们用一个包围盒 把这个包围盒所包围的视觉对象 从原始图像中把它进行识别出来 那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很显然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卷移神经网络 这个卷移神经网络 在原始的标注数据的训练之下 源源不断的输入图像数据 然后基于该输入图像数据所预测的输出 和模型实际的输出产生的误差 来进行模型参数的自动学习 一旦学习得到了这一个模型参数 我们就可以将未知的图像 输入学习得到的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卷积神经网络 把一个图像数据映射到一个 4096维的特征空间 4096维的特征空间 在经过一个分类层 把它映射成一千维的语域空间 假设我们要把每张图像 识别到一千个语域概念上去 那就实现了从4096维的向量 到一千维向量的映射 这一千维向量的映射结果里面 我们选自信度最大的那个维度 所对应的语域作为输入图像的分类的结果 如这张图像 汽车那一个维度上的概率值最大 我们就认为这幅图像被分类为汽车 而分类为其他的内别标签的概率很小 我们也可以对这幅图像里面 汽车这一个区域进行定位 那为了实现它的定位 我们就要把全连接层从4096维 映射到一个视围的空间 这个视围空间里面分别指示了 xywh 也就是说这一个bounding box的位置 我们可以去训练 这一个全连接层分类的函数 也可以去训练 全连接层得到的bounding box的 这一个定位的函数 当然我们可以设置softmax这样的损失函数 和L2这样的损失函数 然后基于bounding box输出的大小 和正确分类的结果的大小 不断的去更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的参数 进而优化学习得到一个 能对图像里面的内别进行分类 同时对图像里面的区域进行定位的结果 这样在标注大数据的学习之下 我们可以学习得到一个神经网络 它能对原始图像进行正确的分类 同时学习得到一个bounding box的分类函数 它能对视觉对象所在的图像的区域进行定位 我们可以同时优化视觉对象分类的函数 和bounding box定位的函数 这就变成了一个多任务分类的结果 深度学习是一种强大的机器学习的算法 从这次课程里面我们知道 深度学习依赖着标注大数据 然后将输入层的数据 逐层向输出端进行输出 根据模型输出的结果和标注的结果进行匹配 产生误差 自动将误差向输出端 由输入端进行传递 进而自动的更新模型的参数 它实现了一个端到端 自动学习的结果 依赖于标注的大数据 依赖于深度学习的模型 和依赖于我们的计算能力 因此在现在的机器学习的方法里面 只要有一个浅层模型 终会被改造成一个深层模型 如我们有语言的浅层模型 像恩格尔摩模型 那这节课里面我们讲到了神经语言模型 来得到磁像量 有北约斯学习模型 就有北约斯深度学习 有图宁基模型 就有图宁图宁基模型 有强化学习 就有深度强化学习 如迪布曼的公司 把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结合起来 训练机器人打游戏 有产生模型 就有深度产生模型 因此在当今的机器学习的过程里面 深度学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